今天来分享一个实验 最近想要装漏电端路器 但是也不晓得漏电端路器 它在漏电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保护到你个人的人身安全 那于是上网看到YouTube 就是有些人怎么测漏电端路器 它都不会跳 那有些人甚至将那个 就透过漏电端路器 然后将那个 将那个火线跟那个 中性线绑在一起 丢到那个流离台里面 那基本上就直接短路了 非常的危险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方式 就是透过这个灯泡 这个灯泡假设它漏电的时候 这个灯泡所代表的电端 是人体的电端好了 那如果你漏电碰到金属的时候 那它会不会跳电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好,我电源已经打开了 再说明一次 这个实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请不要自己尝试 好,那我将漏电端去打开 好,打开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电 有,OK 你看这个在叫了,OK 等一下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灯泡它可能会漏电的时候 会亮一下 代表它有通电 好,那这个是我从 刚刚那个火线里面接出来的 等一下去触碰那个金属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跳电 好,那看一下哦 虽然有保护可是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啊 OK,跳了 刚碰上面不会跳 可是碰下面会跳 那就是说今天呢 你所接触的部分跟你所漏电的部分跟你所接触的一个物体表面的导电性有绝对的关系 那基本上呢 这一个的一般漏电段路器它的使用电流就是说你超过漏电的电流超过30mA 它就会起到把握的作用 那原本想再做一个尝试就是说将这个 这个火线 我们丢到地板的水里面 但是我觉得对于客人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就不尝试了 那如果说今天你想要装这个漏电段路器的话 那个人可以建议就是装那种简便型的就是一种插插头 那个大概300多来块吧 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这个就只能供实验性质或去使用 是比较方便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希望 在家里面呢 在比较潮湿的场所呢 最好装一个漏电段路器 那会比较安全 那我们都不希望有电器有任何的漏电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 刚刚我们知道这个漏电段路器会Q 那实际上它是在感应到多少毫安培的时候 它会跳开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头目前就已经有4毫安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打开它 它是有电的 好等一下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表头啊 就是它在多少时候漏电段路器会跳开呢 好看一下 等一下虽然很安全 可是有点紧张啊 看一下 OK 我们刚刚很明显的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在35的时候 它就毅然的跳开了 所以这个漏电段路器是 确实可以起到把握作用 那这个实验必须再跟各位讲一次 是有风险的 请布在家里面自行尝试 好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个对你的 对于漏电段路器的使用方面有 有有有帮助 OK 那建议在家里面炒湿的环境 还是装一个好 最后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这视频对您有任何帮助的话 还请帮忙订阅点赞跟分享哦 好